对于美国想要通吃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野心 中国军事专家指出 华盛顿完全低估了中国战略导弹的作战能力 据印度的防务评论报道 有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的一些老式液体弹道导弹 已经被固体燃料导弹所取代 有迹象表明 解放军的液体燃料弹道导弹正在快速被淘汰 采用固体燃料的导弹正在加紧不准 换装固体燃料的中国导弹均采用较小的发射装置 且发射准备时间大大缩短 这给美国反导系统出了难题 此外 中国的导弹发射场面经常变化 以避免侦察 解放军几乎所有的弹道导弹都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 而且其支援力量可以出现在导弹发射系统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 另据华盛顿时报报道 中国的重型远程核导弹可能也具备了机动能力 不再只依靠固定发射机 才能形成战斗力 目前美国尚未拿到有关这款导弹的详细资料 但可以确定的是 它是一款大型的地面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 美军称之为东风XX 该导弹采用一款超大的16轮运输 数起发射车实施机动 美方一想 这可能是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一款导弹运载发射车 报道还指出 五角大楼认为 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发展 是引入多弹头技术 同而使美国的反导系统更加难以 对其有效实施拦截 美国实际上打造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包括在日本部署X-1雷达 尽管表面上看非常的健全 但是它们大部分的导弹 没有真正经历过实战的考验 更没有真正经历过先进弹道导弹 拦截的考验 所以未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弹道导弹 跟反导体系进行博弈 录死谁手 还要看谁的技术 以及战术更加的领先 此外 从华盛顿方面来看 在欧洲和东北亚部署反导系统 已经让美军反导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而如今 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弹道导弹不断升级 华盛顿当然要在反导技术方面 寻求新的突破点 要继续推进反导技术 东南亚也然就成了美军第二个下刀的口子